真的 我們要去體會啦 佛經裡面有提到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 你看喔 眼前這些變異術 他們把法界的奧妙 緣期 無常 無我這些都在這裡宣說 他們都是用實際活的經典 在告訴我們真理實相 但是 當我智慧也沒打開的時候 我就算在他旁邊 也像一個牆掌站在那裡 沒有感覺 你還是感受不到這裡的奧妙 就像一個牆掌站在那裡 你就是麻木不仁 看不到 看不懂 不覺得奧妙 如果當你智慧也打開的時候 你看 真的去體會什麼叫做一花一世界 從一朵花裡面 你真的去體悟法界的奧妙 法界的莊嚴 這個向日葵也是在告訴我們 緣起甚深 充滿了生命 他不是十的一加一等於二 不是這樣 那你看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 從一片樹葉裡面去看到 法界的奧妙與莊嚴 大家能不能從這些葉子裡面去看到 法界的奧妙 你真的看得懂 你會臣服佩服法界的奧妙 這些 它是小花 那你看 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然後變化又是這麼的奧妙 他們都富含著生命 我們看看 他們都在莊嚴法界 然後 都充滿了生命 都充滿了生命 在莊嚴法界 都在告訴我們 無上甚深為妙法 你看 一葉一如來 從一片葉子裡面 從一片葉子裡面 一樣去看到 法界的奧妙 這個是一種彩色的月桃葉 月桃 那個月桃 那個月桃 那你看 它變化竟然是這麼的奧妙 陽光 普照 然後他們把生命呢 燦然的開放著 以前 當我有我慢的時候 我們就看不到一棵樹的重要 人類 從本位族裔出發 就覺得 這些植物沒什麼啊 這一棵樹沒什麼啊 我們吃他們 砍他們 好像覺得他們沒生病啊 它沒什麼啊 吃動物 那就動物醉過就很大 那個動物有生病啊 植物沒有生病啊 我們人類沒有靜下來去看啊 所有的動物 在這世間 都只是消耗者啊 絕大多數都是消耗者啊 像蜜蜂 少數像蜜蜂 他們是建設者啊 我們人類真的對這個地球 我們是破壞者 消耗者 但是我們不知道 然後人類用著我慢 瞧不起這些植物啊 瞧不起這一棵樹 但是 當你慢慢打開之後 你才會看到 人類的重要 沒有比一棵樹更重要 這一棵樹對這整個世間 它竟然是扮演的是生產者 保護者 扮演的是正面的意義啊 淨化這世間的空氣 而且還會結出累累的果實 來回饋世間啊 哇 當我們看到這些 累累果實的時候 邊吃 邊存的就是感恩的心 不再是用我慢去吃啊 所以慢慢才體會到 哇 以前從人本主義出來的時候 覺得植物沒什麼 但是慢慢體會到 沒有植物就不會有動物啊 所有的動物都不會比植物更珍貴啊 沒有動物 植物照樣可以活得很好了 所有的動物都只是植物 說實在的都只是植物的寄生蟲啊 但是人類卻用我慢去避世他們 所以你看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當你慢慢真的打開支援 你看著一棵樹 它結出累累的果實 你就會讚嘆啊 讚嘆法界的奧妙 而且對這些樹呢 你就存著一種感恩啊 你不再是用一種我慢去輕視他們啊 所以這就是夢裡明明有六趣啊 你絕後空空無大千啊 你是用平等心去尊重一切眾生啊 所以當你在吃這些荔枝的時候呢 你也是一樣啊 充滿著感恩的心啊 以前你看不到這些樹木的重要 當你慢慢了解樹木 他們對這世間的貢獻 遠比人類多很多啊 這時候 你不再是用我慢去看他 不會隨便去砍他 不會隨便去踢他 不會隨便去拒他 你會尊重他 當我們有需要借助 我們人類是借助耶 我們人找大找地方找一個 但當我們有需要去借助的時候 我們是一種慚愧心來借助啊 我們砍他 我們要有一種慚愧心啊 人家是供養回饋這世間啊 人類一直在消耗啊 所以那你看喔 真正原始佛法 包括佛頭那時候 包括現在藍傳地區 真正那些修行人 他們對這個大自然都是在保護啊 然後對這個大自然能夠破壞程度 減到越少越好啊 只要能夠有個地方遮風避雨 這樣就好了 所以他們都跟法界大自然 都是和諧共存啊 你看 以前當我們在用我慢無名的時候呢 我們看不到 我們就是整個天地父母法界子 一個子女啊 天地父母養育中的子女 眾生看不到也不以為然 所以你看 這個就像一個人喔 有沒有 一個人人頭在這裡 然後他的身體 然後 這個就像天地父母的懷抱中 上面一個小孩子趴在上面 有沒有 這個小孩子趴在天地父母懷抱中 但是 如果你智慧沒打開的話 你真的看不到法界對我們的養育之恩 你還在践踏他 而且不斷的在破壞製造垃圾 然後認為這是五折二世啊 不知道感恩 然後還在践踏 還在責備他 但是這個法界天地父母呢 還是默默地承擔接受啊 好 當你慢慢能夠打開自然去看 這個天地父母呢 不是你所想像那個五折二世啊 他是天堂淨土啊 所以你這時候你就能夠看到美人山出現了啦 有沒有 這是美人山喔 美人頭啊 有沒有 你看喔 一個平躺 躺下 我們看到 這是美人頭的下巴 這是嘴巴 下嘴唇上嘴唇 這是鼻子 有沒有 還有 這是睫毛 還有 這是額頭 這是頭髮 髮際 那頭髮呢 他是 繡髮披肩喔 但又是平躺喔 所以他把頭髮往下拉 往後拉 有沒有 所以你看喔 看到一個美人山的美人頭 你平常你不覺得這個法界的奧妙啊 什麼天堂哪裡有 淨土哪裡有 你真的去看的話喔 你會看到法界之美法界的奧妙啊 所以你要用特別的心靈 用藝術眼光去欣賞啊 不是用人類的我慢去欣賞啊 好 那你看 這就是美人山的進照 那你看喔 這是我 就像我們大家的媽媽一樣 那這個美人望月 有沒有 剛好美人望月 而且喔 他還戴著耳環 有沒有 他還戴著耳環 那你看喔 這就是下嘴唇 上嘴唇 這是鼻子 這是下巴 這是他的睫毛 這是額頭 這是那個髮 那你看 如果你真的打開這門去看的話 真的 我們這個法界 天地父母 你看 朦朧中的美 有沒有 這是美人山 又從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時間 再拍攝 那種朦朧之美 有沒有 那個睫毛 很清楚喔 呵呵 喔 先看看法界的奧妙 喔 在 你看啊 人類喔 常常用著我慢 然後一直啃食這個大地 然後製造很多的垃圾 而且又一直污染這個世間 你看啊 這一天 本來都是晴空萬里啊 天氣都是很晴朗 而且都真的 沒有雲喔 但是 下午 我出去拍照的時候 竟然 你在市區裡面一樣 都沒有 都沒有一點雲喔 但是怎麼奇怪 市區裡面怎麼會有一種 萌萌的那種 天空看起來不是很清爽這樣 結果我跑到 綜合鴻爐地很高的地方去看 哇 才看到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人類排放廢棄物的造成的 沉沙 你看啊 這個都不是雲喔 都是人類 你看喔 汽車啦 工廠啦 排放出來這些 廢棄物 把我們這個空氣污染的這麼嚴重 人類一直的 這是比較高 一直在高速奔跑 高速追逐個人的慾望 然後啃食大自然資源 然後製造很多的垃圾 想想看 我們對這個大自然 到底扮演是什麼樣的角色 那你看 就是那一天 後來我又回到 這個又是把他拉近 用長鏡頭把它拉近 看市區裡面 你看啊 真的就是煙霧朦朧 煙霧朧 所以人類把這個世間搞得烏煙瘴氣 然後還責怪他 這是五濁二世 這個不好 不知道珍惜 然後破壞他 又再責怪他 好 後面這裡有一段敘述 就好像 這裡我用一種敘述式的方式 我就像天空一朵白雲 這我未必是這個人 不是固定一個人 就是說 類似一種詩歌那種 一個敘述這樣 我就像在法界中的一朵白雲 在法界天地中遨遊 遨翔 有一天 因緣俱足的時候 我從空而降 來到人間 有沒有 這個雲 像空中這樣下來 來到人間 咻 下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看看法界的奧妙 你看 這個 來到人間 因緣俱足 我飛過這些大山頭 飛過高山 飛過山頭 也飛過人間的靈力宮殿 我到處在宇宙中 在法界中 在大自然中 遨遊 也飛過人類的這些墳墓 超越生死 在空中 飄動 游動 你看這個雲 它是一片一片的 然後 真的 而且他們是排隊的 有排隊 那這樣一片一片的這樣過來 下面這個都是墳墓 那白雲 你看 超越這個生死 這些 然後 在法界中 飄動 好 有時候 有因緣的時候 這個法界的因緣 讓它形成水的時候呢 它就 你看 形成 流水 稀里花啦的在人間流動 你要來看 要來洗 要去拿去用 都可以 要拿去喝 都可以 那我這些水呢 我也可以 掌養萬物 作為灌溉 眾生不知道這些水的重要 也沒關係 反正我今天是水的成分呢 那你要怎麼用 都可以 無我啊 就是回饋這個世間 好 那慢慢的 長養出 讓這個世間的之間呢 哇 長出累累的果實 讓眾生來受用 我只是盡一份的 力量 回饋這個世間 今天 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就好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就是活在當下 有時候 我也形成 噴泉 莊嚴這個法界 而且這個噴泉裡面 還有什麼 還有彩虹 有沒有 這是陽明山的那個噴泉 這裡面還有彩虹 所以不管我在哪裡 我就是回饋這世間 莊嚴法界 好 如果眾生 把我拿去結冰 然後 一樣 喔 拿去做建材 然後我就變成在皇宮裡面 這是就像宮殿 這個是冰雕世界 這裡面全部都是冰喔 全部都是用冰所 所建構出來的 這就像說 他轉換成另外一種材料 好啊 沒關係啊 眾生有需要 我就變成 當下的這種因緣 來莊嚴法界 一樣啊 你看 莊嚴法界 把當下的生命意義發揮出來 不管我在哪裡 不管在哪一道 一樣都發揮生命意義出來 真正的超越六道輪迴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樣知道嗎 不管你 因緣形成什麼角色 你就是好好把你的生命意義發揮出來 回饋這世間 好 眾生喔 把我這樣 穿什麼雕爪 雕樹成 一尊 佛菩薩 然後在那裡拜 在那裡拜 這也不是我的意思啊 但是我當中生就要那叼 要叼 這是眾生在叼的啊 不是我 不是我這個兵自己要叼啊 那眾生叼好之後 結果他們在那裡叩叩拜啊 拜了 他如果他的願望有打成的時候 他覺得總有感冥 就把他撒個錢下去 這真的是 有求必領啊 心誠得靈 你如果有撒錢就會靈 結果有的拜 沒靈啊 沒靈就把他拿去 砍掉啊 你看眾生就是這樣啊 愛之欲其生啊 覺得對自己有好處的時候 愛之欲其生 覺得對自己不符合其意 沒欲出的時候 物之欲其死 但是事實上 這些兵要雕樹成菩薩 這是眾生在雕的啊 不是那些兵本身他們要這樣啊 然後眾生看不到自己的欲求 然後再怪 好 當有因緣 我又形成水 回饋這個世界 有時候我又形成白雲 回到天上 這樣 反正我是隨順的法界的因緣 變化 變化 這個是 我小時候出生的家鄉 我在這個地方長大 到國中到高中的時候才離開這個地方 嘉義大連的鄉下 距離現在大臨慈濟醫院大概一公里多 我們這是個很典型的農莊 農村 這不是多區 也不是風景區 這是典型的一個農村 那我們就在這個 剛好就在這個湖泊 就在我們村莊的中間 那我們從小就在這個湖邊長大這樣 好 那你看 這就像說 回到那種心靈的家鄉 那你看 這就像說 一個人 我們說要回到涅槃界 回歸法界 有沒有 如果以基督教來講的話 他們是要找到上帝 以道家來講的話 他們是要找到道得道 就算以一貫道來講的話 一樣要回到什麼 老母的世界那邊 有沒有 事實上這些都是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來到涅槃界 回歸到 了誤生死大事 回歸到我們的心靈家鄉這樣 所以用這個家鄉來代表就是說 當我們回到了涅槃界 就像說 找到了上帝 回到了法界之後 哇 我們那種快樂 我們就像 有沒有 像大鵬展翅這樣 翱翔萬里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好像一隻鳥 這個頭 大鵬這樣 一隻頭 這邊翅膀 另外那邊翅膀 然後這個身體 然後在法界中飛翔 有沒有 這就是 當你一個人 你 了誤生死大事 你能夠回到 也就是說 涅槃界的家之後 你大安心大自在 這時候 你展現出來的 那種品質情況就不一樣 你整個生命意義就不一樣 好 那有時候 有時候 翱翔在 你看 變化莫測 翱翔在人間 翱翔在法界虛空之中 這一張 這是從新店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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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 我是覺得 法界中的這些雲 哇 它真的都是變化莫千 那